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本机网络接口啊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么说白了就是一个结构体是不是 好大家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叫做SOC ADDR-LL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SOC ADDR-LL比较特别是不是 好我们把这个呢摘到我们的笔记里面 好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里面到底有哪些成员呢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 哎这张图里面呢给大家列出来了这个结构里面的成员 你看第一个呢叫做SLL-Family 那么很明显跟我们之前讲的什么SA-Family是不是应该一样呀 对不对那么叫做什么呀或者SIN-Family也是一样的 就是啊PF-Packets或者是AF-什么呀 Packets是不是啊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协议组 那么第二个呢是SLL-Protocol是上层协议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用管了啊 再下一个呢接口类型 SLL-IF-INDEX是不是啊 那么接口类型呢是我们将来要着重要复制的啊 那么再接下来有包头类型 有包类型什么地址长度以及MAC地址啊 这些呢我们都可以不用管 那么重点呢就是我们的SLL-IF-INDEX啊 重点呢就是这一个 所以呢我们把整个这个图片给大家站过来 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结构体里面的成员 到底有哪些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也要知道 好那么然后呢接下来呢 那这句话呢我们也得需要给大家站过来啊 说明我们只需要对哪一个来进行复制是不是啊 那么具体怎么复制 这就是我们后面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啊 所以要知道现在所用的这个结构体呢 跟我们之前的也不一样了啊 之前用的是啊 SOCK-IN 现在用的是-LL 那么知道这一个就够了 对这样这一个就多了啊 像是一般的 然后说明了啊 所以有一个大声商的 非常催促称 were väl啊 就是这样的